80岁老人邀请百岁老母住大house 直接把主屋和别馆拼在一起 两座房相加123平方 从方向到建材都不匹配 中间凸起16厘米大台阶 老太太住了不到一个月 就摔了一个狗啃银 吓得老太太逃去了孙女家 老爹孝心不死 希望晚年能和母亲一块生活 干脆拉女儿来当免费护工 大家一起住大house 山本家从外面看着非常大 里面的格局却又挤又乱 每条走廊都不到一米宽 老太太在家只能被拖着走 女儿也累得想罢工 老爹只好忍痛献上小金库 摇来小老弟苍桥英太郎来改房 苍桥一听要打护欲战 开心的眼角褶子都带笑 一开门满满的都是诚意 除了坐轮椅的老太太 一家子都堵在门口迎接她 苍桥一步客厅 听老爹介绍 房子现在123平方 开局先看厨房 老爹为了塞下冰箱 打掉了走廊和厨房的隔墙 冰箱向走廊突出15厘米 剩下宽度只有65厘米 老太太一不小心 就会和冰箱来个背对背拥抱 返回隔壁厨房 仓桥越走越窄 两侧都是杂物 后门直接被洗衣机堵死 厨房尽头是宽敞的浴室 里面配有大浴缸 老爹洗澡时 碰上在厨房做饭的女儿 她只能躲在布莲后面换衣服 换到一半 旁边微波炉热好菜 她还要把菜递出去 一不小心就会被女儿看光光 摔老太太的台阶 在走廊尽头 是主屋和别馆勉强连接后的副作用 地面高低不平 屋顶斜度也不够 下一天积水难排 直接就往屋里漏 老爹还把唯一的厕所盖在下方 洗手池离厕所不到一米宽 厕所门无法完全打开 老太太想上厕所就要两人来台 活为103岁的老太太也靠不住 老爹只好砸下3300万日元改房 隔天小蓝人全体出动 重量级冰箱卡在走廊 小蓝人前推后拉三两下抬走 女儿则是开心地拆除了浴室前的遮羞布 房子打包到一半 老爹还有一房间的小收藏 几百张绝世乐CD 老爹年轻时这好这口 现在也靠他续命 摆平老宅 打包拆 凤贤间 师傅各个二哈附体 开房子就跟闹着玩 背墙都要带节奏 房子很快开得金光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老宅 没有任何清闲 支撑屋梁的骨架和钢建房是一样新 仓桥刚想松口气 就发现两屋连接处 支撑屋顶的支柱错综复杂 底板因为漏雨已经被泡烂了 雨水顺流而下 连带下方支柱也泡烂了一角 房子太大 股价太小 老爹为了观赏庭院 打掉了南侧墙壁 房屋的结构也令人担心 另外老爹为了省钱 房子没做保温 一到冬天 室内外气温同步 两位老人就得挨动 改造正式开始 问题一个解决 外路的泥土地面 重新浇灌水泥钢筋 仓桥计划通过新地基 让主屋和别馆合为一体 从根本解决地面高低差 平坦的屋顶容易积水 仓桥用老方法 在屋顶上加盖了小屋顶 以前的仓库和名宅都这样建 下面放一个围炉 围炉冒出的烟 通过小屋顶就能轻松挑出屋外 南北两侧再得安装两扇窗户 还能引进光线 到了夏天 打开窗户就很完快 又给老爹省了一笔开销 主屋别馆成功合体 下一步仓桥计划给房子做饱满 逃来二百多块隔热板 考虑到房子是一加一的结构 如果用一般方法 从内部进行隔热 屋顶和墙壁之间就会留缝隙 仓桥果断放弃 计划从外部阻隔温度 用隔热板包裹全屋 沿墙聚开缝隙 提高房屋气密性 这样冬天老人睡阁楼不冷 夏天洗澡也不怕热修课 南侧荒废的庭院 仓桥准备保留 找来防水 不易变形地能登陆汗毛 加工打磨成大木框 侧面开槽装上金属滑轮 和把手连接 中间嵌入三层中空玻璃 为山本家测制的落地窗 就大功告成了 每扇140公斤重 得花六个师傅才能抬进屋 八米的窗口需要装三扇 师傅们都抬麻了 好在大落地装完是真的美 老爹能把南侧的庭院风景 尽收眼底 玻璃门内置小机关 平时老爹想通风换气 把手向下 玻璃门自动弹起 老爹单手就能操作 把手向上 玻璃门下沉密风 三层中空玻璃隔音隔温 冷空气进过来 木框也不易结霜 房屋改造过半 老太太迎来了第104个生日 许愿下一个生日要在新加工 压力给到仓桥 考虑到老太太需要坐轮椅 她在玄关设置了两条通道 又加长了屋檐宽固 以后家人可以飞着老太太 从东侧停车场直接进入屋内 不用再从马路绕进来 玄关处30厘米的大台阶消失 仓桥改为了平坡 以后老太太出门再也不用人上下班台 边上是可供六人使用的大鞋柜 只放鞋格局就小了 专家在下方增设了带滚轴的木板 把轮椅停在上面 老太太不用起身 家人就能轻松清洁车轮上的泥土 这设计得给满分 最后往屋里抬好家具 很快就到了阿怪最喜欢的收房阶段了 有两座房拼凑的山本家重获新生 从地基到屋顶完美结合 双屋顶的设计 散发出传统日式风情 老太太可以从停车场一路抵达玄关 在宽敞的玄关换好鞋 直走就是老太太房间 床边的大容量储物格 可以放奶奶的随身物品 方便家人拿取 让老太太最困扰的厕所 离护理床不到两米 老太太可以坐着轮椅直接进入 旁边是收纳柜和洗手池 可以实现老太太自己洗脸的小愿望 厨房和餐厅在老人房隔壁 用废弃送木板打造的大餐桌 可以做下六人聚餐 还能欣赏南侧的庭院风景 玄关左转是新厨房 左侧的冰箱站到了对面 靠墙收腹和橱柜平齐 左侧是一体化倒台 收纳空间够够的 镜头的浴室位置不变 仓桥在浴室外 新增了更衣间和洗脸池 庭院里 还有两个曾孙打造的烧烤架 往后山本家就比以往更热闹了 初前改房的老爹也终于实现了 在房间里听CD听到睡的愿望 墙壁和天花板都做好了隔音 不怕吵到其他人 仓桥还细心打造了升降柜桩CD 方便老爹拿取 女儿房也有小机关 拉出下方的梯子 直接到达阁楼 女儿闲暇时光 可以在这放松心情喝喝茶 改造费最后剩下15日元 山本家组团来收房 老爹一进门就被鞋柜的小机关吸引 这下清理轮椅就方便多了 宽敞的厕所 老太太也很满意 旁边洗手池还是感应的 这下 为了房子 老太太都得多活几年够回本 这下清理轮椅